今天视频的另一端是接通了李泽民 Alan 一起跟我们聊 Alan 您好 两郎 下午好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就是美股连跌了两天之后 是不是新的一轮跌浪即将要展开呢 我们看到外围方面 欧美股是全线来到杀跌 道指跌超过600点 跌幅将近2% 那科技股跌幅更加是显得 纳指跌超过2.5% 10年债息又重建了三厘了 那美元指数再度的攀升 突破了109元 那这几天美股下跌压力加剧 您觉得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跟加息预期加剧有关吗 还是只是这个市场 在趁机获利回头的一个借口呢 两方面原因都有 就是我们看到美股 尤其是我们看到标普500指数 其实从低位接近3700以下 就反弹到最高接近4300水平 其实短短这两个月的时间都已经反弹了 就15%了 首先就是如果这个是个熊市反弹的话 这个幅度已经是差不多了 其次的话其实最近就支撑美股反弹的主要原因都是在7月份开始 业绩期间出台的一些上半年业绩 或者第二季度的业绩 大部分企业其实出来的那个结果 比事前自然预期或是比它事前就所给的指引 就那个情况都稍微要好 所以就是在一个预期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超越预期的情况底下的话 所以就是有一点反弹 就部分企业部分的股份是由这方面去做一个支撑的 所以这个企业在公布完第二季度业绩以后的话 无论是那个回购力度还是那个派线力度 就也是就比过往来说的话 其实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这个也能够支撑就是美股的价值做一个复苏 再加上就经历了就是上一轮 就是7月份一轮加息以后的话 大家觉得就8月份是一个消息 或者加息面的一个真空期 因为8月份就没有那个联系局的开会 所以没有那个加息的忧虑 所以8月初的时候就尤其是对于这个市场环 就有一个短暂的乐观 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去到8月底了 开始面临它有9月份的话 就大家又在讨论那个加息的议期 由之前大家觉得好像就加0.75的那个几率并不大 就加那个0.5的几率还是会有的 到现在好像那个加0.75的那个占比的几率的证明 又提升到超越50%的水平 所以又引起大家对于加息的忧虑 另外一个引发加息的忧虑 可能就跟欧洲那边的上游的那个能源价格 无论是氧气也好 煤炭也好 又创出了那个几十年来的历史新高 所以导致大家觉得就欧洲那边的通胀 应该都是高居不下的 就大家也预期美国这个每个月三位数的那个CPI增长 应该也是维持就整个下半年 所以在现在这种情绪突然间反转的情况 就是有7月底8月初稍微乐观 现在开始又担心那个高能源价格高通畅 会不会引发就是欧洲那边的衰退 比之前单又来得更加差的一个水平 所以各种的元素复合底下的话 可能就这一轮首先大家都判断 可能这一轮美股的反弹的浪潮就已经结束 只是这一次的那个再次就走跌的话 那个支持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里 就这一次首先就没有上一次 对于通胀加息衰退的忧虑那么严重 尤其在美国国内 这个情绪是比就是之前就6月份那期的时候 是来得乐观的 毕竟现在最大问题 或者是那个通胀和能源价格高涨 或者电费高涨的重灾区其实都在欧洲 跟美国的那个关系都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渐渐 所以这一轮的就是能源危机底下的话 主要受益的大家觉得都是美国 第一是资金从那个欧洲流到美国 第二的话就是美国是以高价 把那个能源无论是石油也好 天然气也好都卖到欧洲去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一轮的那个 就是通胀和能源价格上涨 受惠的就其实都是美国 所以这一轮的回调的话 就不要看的就太过悲观 暂时来看吧 可能就是以标普500为例 大概可能就调整到4000点左右 这一个的位置吧 应该是一个短期可以量多的 一个就是回调的一个支撑点 各种不利的消息叠加 引导美国已经连跌了两天了 那我记得上个礼拜跟您做节目的时候 也是问过相关这个美股会不会在9月 是进入一个跌浪 当时您就预计可能会更早一点点 那您觉得美股这几天的大跌 会不会是新一轮跌浪的开始 这个跌轮 这一轮的跌浪您觉得是一个短暂的 还是会长期待到影响下去呢 这个跌轮暂时判断的话 其实还是一个就是调整为主吧 就是这一次不一定要回到6月份的那个底部 因为6月份的底部相对来说是比较低 而且情绪上也没有那么快去到那么恐慌的一个地步 所以暂时来看的话 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回调 回调完以后的话 就这个回调的过程里面 首先是消化之前的一些获利盘 毕竟从如果是标普来说的话 其实如果是你看纳指 其实那个反弹幅度会更加大 所以那些就是科技股也好 或者生物科技的企业股份也好 其实这个反弹的幅度更加大 所以那些的获利压力可能会更加强 所以那边的调整幅度可能会更加大 但如果以一个普遍为例 以那个标普为例的话 可能这个调整的幅度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这个调整的话 就首先是消化了这一些获利盘 第二的话就是消化 就刚刚提起的一些负面情绪 包括对于通胀的忧虑 对于加息的忧虑 对于衰退的忧虑 这一些的忧虑的话 可能也是需要有某些点位去调整 就会消化这一些事情 所以这一个的调整的话 暂时来看 就刚才提到标普的调整的目标 大概就在4000点左右 现在就4130 可能就还有几个百分点的 一个下跌的可能性 所以Alan认为这个整体 这美股不是进入一个反转 而是进入一个调整的阶段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市场 现在的一个焦点 都是放在了这个联储局主席 这个鲍威尔在本周五 会举行的一个全球央行联会上 对于通胀以及利率的一个讲法 那摩通就预料 这个联储局在9月份 将进行最后一次大幅的加息 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 加息0.75%的这个机率会上涨 那之后就会转向一个鸽派 那您认不认同 这个大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于鲍威尔的这样一个讲话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我觉得联储局的那个态度 应该不会出现那么戏剧性的反转 就首先突然间变得阴 就突然间变得更阴 然后就是变阴以后的话 就突然间又转为变革 我觉得这个就并不符合鲍威 或是也并符合那个联储局的一个风格 你发现联储局的那个利益政策 或是对某个观点的那个连贯性 还是会比较强的 就除非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或是一个很那个急剧性的变化 不然的话它在短期以内 大幅调整自己的观点 或是就大幅调整自己的那个政策的那个导向 这个不太符合就联储局的风格 所以我还是觉得 因为就对美国来说 现在就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这个破三位数的通胀 或者是那个高能源价格 高电价 高通胀现在是出现在欧洲 所以雷永绝没有必要 就自己在这边不断的 就突然间抬高息率 去压制就欧洲英国那边的通胀 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符合就是他们就以那个就美国国内经济为优先 这方面的那个处事的风格 所以现在来说吧 就美国的那个通胀应该 大家都觉得6月份那个9.1应该是一个顶部了 就7月份那个就回落到那个8.6 而就8月份的话 大概吧 就有可能也是8.6或者以下 所以8.5或者就以下的一个水平 应该出现一个在就是破企华 或者是更高的通胀的几率并不是太大 所以联储局在9月份那次的就EC会议没有必要 就是就是那么积极突然间就又加那个0.75 因为之前他们提到最大几率还是加那个0.5 就除非就是9月初公布的那个CPI会 就让人太过惊讶或者太吓人 不然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改变 短期改变几率不大 另一方面吧 就是他我觉得他不会突然间变得更阴 也不觉得就是他变定以后的话 就后续会变得就突然间变得很鸽派 这个也不符合就是你作为政策制定者 没有必要去现在又不是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 你没有必要做一些那么极端的手段 所以还是会延续就他逐步往那个 逐步往那个利率往上调着这么一个策略 所以9月份可能加完0.5以后 今年剩下那两次的话 可能也会加0.25到那个0.5 所以到今年年底的话 就大概是比现在那个利率 还会有一个1到1.5的那个利率上的一个提升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的话 我觉得就是短期利率大涨的机会不大 但是中长期来说利率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的可能性 应该是比较大的 刚才您提到一个点 就是美股这一轮的回调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能源价格 有个大震荡 我们来看回这个原油市场方面了 油价一度是跌超过4% 那纽约汽油盘中是低贱过每桶86.28美金 布兰特汽油盘中是一度低贱过每桶92.36美元 打跌过后呢沙特突然就放风 就是说Oper是有可能在任意时间 以各种形式来到减产 令到这个油价才稍微缓和了下来 但是这个天然气的价格则是创下了14年来最高的一个收盘价 特别是您刚才提到的欧洲能源这个危机是持续的一个上涨 那欧洲天然气是飙升了两成以上 德国电价是突破了700欧元的一个大关 那您认为这会不会跟俄乌冲突再度升级有关呢 那能源危机会不会有可能再度的一个爆发呢 那我们应该来到怎么样来到防范这个风险呢 就欧洲能源危机最直接原因就是 俄罗斯供应给就欧洲的那个就是燃气 是一个又涨半的一个情况 现在可能就可能就剩下高峰期的那个输卦量 大概是百分之到二十左右吧 因为突然间把那个输卦量出气量 就突然间又在大降的话 那当然就对于欧洲来说 那个能源阻值是那个燃气的供应 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由于现在就从俄罗斯供应给欧洲 无论是就燃气是比较直接 就比较直接因为也是比较广泛 另外的话其实之前其实也有 某部供应石油或是供应煤炭 但这方面的供应量 其实都是跌到一个近期的一个新低了 所以现在欧洲如果要获取这些上游能源的供应 供应的话无论是那个燃气 就还是煤炭还是石油也好 都只能够依赖中东或者是 就或者是北美或者南美这些国家 南美这些国家去供应 而因为这个运输的那个线条 或者是运力可能会比较长 所以那个运输的效率 供应来说的话肯定会造成季后 所以可以预计吧 就欧洲的那个能源的供应的 就供给不足的情况 短期以内应该是没有办法去完全解决的 中线来说的话就要看 首先要看真的要看这个只能看天作人了 就是今年的冬天欧洲会不会特别冷 如果是特别冷的话 那可能就很大机会会重复去年冬天的一个情况 就是供卵用的那个燃气 各方面都处于一个不足的一个状态 而那个能源价格的话 今年如果是出现去年那么冷的冬天的话 今年的能源价格肯定比去年冬天 就需求高峰期的时候就升得更加夸张 所以这个虽然就现在欧洲各国也好 或者是美国也好 可能就尽量去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能做的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涌现 就除非就是有奇迹出现 就是俄乌的冲突 有机会在短期以内解决 然后俄罗斯供应给欧洲的那个能源 无论是煤炭天然气还是那个时候都恢复到那个占前的水平 不养的话我觉得这个短期要解决的那个可能性 应该并不是太大 所以我们还是要密切留意一下 欧洲的高通胀问题 如果不能持续的解决的话 会如何影响这个全球股市的一个走向 那我们看到这个外围持续的一个调整 再加上这个商品市场的一个动荡 那会不会冲击到A股以及港股这一边乡呢 那横指找盘呢有一个滴开滴走 之前呢被认为比较大的一个支持位是在19600点 也今天也是跌破了 目前呢是暴在19465点 下跌191点 那跌幅呢是接近1% 那单不担心强美元之下呢 有个资金继续来到出逃呢 对于港股造成一定的估压 横指下市今年初的一个低位 大概是18415点的这样的机会大不大呢 但是来说就不一定要看的那么悲观 就是先看那个5月初的那个第一位 就191左右这个位置 这应该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支持位 也是对于一些长线投资来说的话 就可能就部署参加 或者是部署抄底的一个点位 至于现在欧洲面临那么严峻的那个情况 其实对我们影响是有影响 就影响就肯定会有的 就因为环球能源价格的话 环球能源价格都会因为这个原因 有所提高 所以对于内地来说的话 其实就工业生产各方面的那个成本 其实就肯定是有所增加 但是就可能内地或者是香港也好 面临相同的相似的问题的情况 应该是没有欧洲来的那么严重 因为我们看到就在内地能源的价格 相对来说还是温和 或者相对欧洲来说的话 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水平 虽然就在信用高空上的情况底下的话 就是生产的成本各方面都会受压 但是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管控的水平 所以对就我们股市的影响 当然是负面 但是这个负面应该不会导致一个很大型 或者是一个趋势性的悲观的情绪扩散 所以我们这一次暂时来看 就是那个支持位在19,100 五月初这个低位 大概是这个点位 好的 对于后市不用太悲观 不要看到年初了 我们看到五月初的这样一个点位 是19,100点这样一个水平 好 这一节先跟Alan聊到这 我们广告过后 回来再跟Alan一起聊